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 不知道是谁选了这首诗歌 我虽然是第一次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但是我非常的感动 在这里是在哪里呢 是在神的同在中 不论今天你是在哪里 我们空间不一样 但我们此时此刻在圣灵里 在基督里一起敬拜神的时候 神的荣光就与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来与祂面对面 我也感觉神越过我一切的软弱 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 来示范今天 祂话语的能力在我们的中间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 撒摩尔记下第九章 我给的题目是 效法神的慷慨 在撒摩尔记下第九章 记载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是大卫王恩代约纳丹的儿子 米菲波舍 从这个故事就展现了大卫 他非凡的恩慈怜悯和慷慨 也展现了上帝对他指明的慈爱 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卫与约纳丹之间 他们身后的友谊 更是因为大卫对神恩典的认识和回应 那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有恩典 有慈爱的神 祂是慷慨的神 讲到我们信主以前 我们也曾经忍敌神 拒绝神 甚至是敌对神 但是我们的神 还是接纳我们 做祂的宝贝的儿女 那信主以后 我们虽然也有很多的失败 软弱 不完美 但是神依然选招我们 称我们为圣徒 来服侍祂 那使我们的人生 有了新的价值 新的方向 并且更加 期盼的未来是 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要与神一起 通享荣耀 那我们这群 门恩的罪人 本来就不配得神 所赐的救恩 和永恒的国度 但因着祂的恩典 因着祂的慈爱 祂就慷慨的 白白的赐给了我们 大卫效法上帝的慷慨 来恩待米非波社 那我们也要效法神的慷慨 来恩待他人 特别是要恩待那些 无法诽报我们的人 在上一章 就是撒摩尔记下的第八章 记载了大卫他带领全国 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 那对外不断的打仗 打圣仗 国土扩张 对内呢 他设置了行政机构 这些行政机构 具有很能干的领袖 那特别圣经讲到 大卫是一位秉公行义 有恩典有慈爱的君王 来到撒摩尔记下第九章 大卫恩待米非波社 就成为了一个证明 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看 今天的信息 我会分三点来分享 第一我们来看大卫的慷慨 第二来看神的慷慨 那第三点我们带出今天的思考 与应用 大卫在全国做以色列王以后 刚才我有讲到 他对外的国土不断的扩张 对内行政架构建设的也很好 整个国家呢 就进入了平稳的阶段 那此时他想起了二十几年前 当他还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 他曾经与扫罗王的儿子约纳当 立了一个门约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看 在撒摩尔记上 十八章的十四到十六节 十四十六节说 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 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 就是我死后 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 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说这句话的我是指约纳当 于是约纳当就与大卫家接门说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 来追讨被约的罪 那撒摩尔记上十八章二十三节说 至于你我今日的所说的话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政直到永远 这是当年大卫跟约纳当之间的门约 那现在大卫在耶路撒冷做全国的丸 大约也已经有十来年了 此时的他已经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 来遵守来执行与约纳当所立的这个门约 就是永不向约纳当家绝了恩惠 要来眷顾约纳当家的后人 所以我们看到九章第一节 大卫就说 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纳当的缘故向他施恩 那这句话就显出大卫与约纳当所立的这个约 大卫是忠诚守约的 那这也不仅只是他跟约纳当的友谊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 其实显出大卫对神的一种敬畏 对神的一种认识 因为大卫并没有忘记这个约 这个约不仅是跟约纳当立的门约 更重要的这个约是他们俩在耶和华面前所立的 那这个时候大卫当然是很有权势 有地位 他不违约的 sorry 他违约的话 他不执行这个约的话 那约纳当能拿他如何吗 不会嘛 对不对 约纳当早就葬死了 但大卫他不是因为说立约的一方死了 他就耍赖 他这个时候记得这个约是在神面前所立的 所以他就选择要来遵行这个约 因为他相信神是可敬畏的 神是活着的神 而且大卫在追杀 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 到今天能够拥有这么高的国权地位 受人尊重 我相信大卫他完全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这位耶和华的恩典跟慈爱 不然可能他早就灭完了嘛 他能有今天除了当年约纳当那样的救他 帮助他 背后也有神的慈爱 怜悯 所以为了回应这位慈爱的神 神是他们的见证人吗 他也是敬畏这位神 所以大卫要来遵行他跟约纳当的这个约定 于是呢 他的这个意愿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说一说 要施恩给约纳当的后 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常用的去发布寻人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九章二节的地方看到 有人呢就找到了扫罗家的一个仆人喜巴 把他见过 带过来见大卫 这一定是大卫发出了寻人的一个消息嘛 那通过这个喜巴 大卫就打听到约纳当还有一个儿子叫米菲波舍 是瘸腿的 于是大卫就把约纳当的这个儿子从他现在居住的地方 在约纳当河东的叫罗底巴 米利亚儿子玛吉的家中 招了他来 带到了耶路撒冷皇宫 那因为约纳当是可以说是大卫的恩人呢 大卫说要按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他 那这个米菲波舍 其实他的身份有点复杂 他不单单是约纳当的儿子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父亲是大卫的恩人 可是米菲波舍他同时是扫罗的孙子 如果从这个身份来讲 那扫罗可是大卫的仇敌 而且最主要的是 米菲波舍照理说是扫罗家 现在剩下的后代里面 有权利可以来继承王位的 那变雅敏自派 假如还有足够的实力的话 他们也可以拥戴米菲波舍 来做扫罗家的王 他们可以用戴米菲波舍 来背叛大卫 而且这个时候 在全以色列 并不是全部变雅敏自派的人 完全都接纳了大卫 有一些还是不接纳大卫 做他们的王 不顺服大卫的 那你说大卫如果把米菲波舍 又恩待他 又让他能够有一口气喘的过来 会不会对大卫的政权带来影响呢 我想大卫这里 他选择的效法神的慷慨 他这里特别讲第三节说 是要以神的慈爱来恩待米菲波舍 大卫的这个慷慨 他不仅体现口头上 更是付出了行动 我们看这里这个城市叫罗巴底 罗巴底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思 他字的原意 就这个地方呢 意思叫没有牧养的地方 没有牧场的地方 它是一个位于约旦河东 激烈地 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城镇 位置呢 跟扫罗王朝最后一位王 伊斯波舍统治时的首都 当时是在马哈练 这个位置很接近 那这里特别说 米菲波舍是住在罗底巴 是一个没有被牧养的地方 而大卫却要按照神的慈爱 把他招了出来 招就是护招的招 代表大卫是非常主动的 就像神是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一样 神的恩典也是这样的 他积极的主动的来寻找我们 因为神啊 主耶稣曾经讲说 他看到那么多人 流离 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样 耶稣就怜悯他们 耶稣 我们的主 就主动的来呼召我们 因为我们曾经 也是如同这个米菲波舍 住在罗巴底 没有牧羊的地方 没有牧场的地方 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那主就呼召我们 正如大卫这里效法上帝的慈爱 他主动去寻找米菲波舍 将他从罗巴底 这个 亚米利儿子 马吉加 招了来 这都是因为神的怜悯 慈爱和恩典 那神呼召我们 是为了要亲自来牧养我们 我就想起 在旧约以西节书 有一段对牧人的警告 当然也讲了说 什么是坏牧人 但重要是什么是好牧人 在以西节书 三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什么样是好牧人呢 主他要亲自做我们的牧者 主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躺卧 失散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尝过 有病的我必医治 但是肥的赚的我必剪除他 我要秉公牧养他们 神他是一个秉公行义的好牧人 所以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 大卫他为什么要行 这样慷慨行动的一个动机 是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的恩情 立约 更是为了回应神的慈爱 然后他就真的付出了行动 去主动的把这个仇敌 米非波社 仇敌的孙子 米非波社 找了回来 那既然是仇敌 找回来 我们会不会替他捏一把汗 当然我们知道 大卫是以慈爱 超越了预期的恩赐 给到了米非波社 大卫把整个扫罗王和他 全家一切所有的家产 都赐给了米非波社 这些家产明显是很多的 因为他需要这个扫罗家的仆人 喜巴 我这里记载了说喜巴 在第十节说 喜巴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仆人 他需要这么多人 来做耕种和管理 可见他的家产 土地是很多的 那大卫其实他可以不用 都赐给米非波社 因为现在这些土地 已经不再属于扫罗家了 是属于大卫的 那大卫其实也不需要 全部都给米非波社 因为我们看到十二节的地方呢 就说米非波社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家 那这里我们看到米非波社 只有一个儿子 那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 但是大卫却恩待米非波社 表明了大卫是非常慷慨的 那不单如此 大卫要米非波社就住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 不仅是住在皇宫 每一天还要同他吃饭 十一节这里完就说 米非波社必与我同席吃饭 带他如什么呢 如丸的儿子一样 就是带他如自己亲生的儿子 视如己出啊 那有时候我在想 可能大卫不是有很多孩子吗 那不见得其他孩子的待遇 可能还不如这个米非波社 大卫他年轻的时候 经常在外面打仗啊 治理国家 或许他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 都没有那么的多 但是这位米非波社 自从被接近来以后 却与王可以同席吃饭 一起吃饭一起陪伴他 那想想按照当时的文化惯例 当一个新的王 执政以后 通常都会把前朝的皇族 全部都杀死 就不要说是在一两千年 当时的那种年代 就算到了二十世纪哦 我想起来在一九一七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 那当俄国的沙皇 尼古拉二世退位以后 已经下台了 已经下台了 但他的全家都逃不了 惨遭被灭门的这种悲惨的结局 全部被秘密的处使 是新的政权 就不容许这个旧的皇族的存在 全家都灭门 那大卫在这里 他不仅是没有杀了扫罗的后代米非波社 相反给予扫罗所有的产业 还给他有一席之地与自己吃饭 这表明了大卫的慷慨 是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这是一种无私的给予 不求回报的给予 其实这也正如神对我们的慈爱 大卫这里说 我要按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他 那我就想到神的慈爱是什么样的呢 在诗篇103篇 这一段对神的慈爱的描述 常常让我每次读都非常的感动 在诗篇103篇6到18节这里说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去的人申冤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放 也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实验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今风一吹 便归无有 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行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持 而遵行的人 这就是神的慈爱 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那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 来认识神的慷慨 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米菲博社 他的人生 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怜的 他本来是出生非常的高贵 生在一个玩世的家族 而且是一直都有 如母来照顾的 有仆人 有如母在照料他的起居 非常的被呵护 他从来 我想应该是不知道 所谓人间的疾苦 可是在他五岁的时候 却因为逃亡 逃得太急 就掉在地上以后 腿 而且是酸腿都瘸了 那以前本来是活蹦乱跳 现在就不能跑 走路还一瘸一拐 旁人都可能看他 就觉得很怜悯同情 甚至我想有的是轻视 轻看他的眼光 那他就在这样一种家道没落 本来是王的孙子 现在就寄人篱下 非常可怜的一种环境中来成长 不过感谢主 神还是很眷顾 米菲波社的 他这里有一个人 受我想也是受了神的感动 这个人叫马吉 就来照顾这个瘸腿的米菲波社 所以米菲波社就住在马吉的家里 那后来又遇到了大卫 给他这样的照顾 跟提升他的尊贵的地位 那其实当米菲波社刚被遭见 去见大卫的时候 是在六到七节 我们看山姆尔记下九章六到七节 他见大卫的时候是很害怕的 很惧怕的 所以米菲波社就说 无人在此 怎么样他也是个完事的后代 他们是亲人 说起来还有血缘亲人的关系 可是他却自称仆人 那大卫的回应就说 大卫知道他害怕 所以这里才会说 你不要惧怕 那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 按照当时的分属 前朝战败的 这个完事的后裔 很可能是要被处使的 这样新的朝廷 新的君王 才能保证他新政 新的国家 次序要稳定吗 不过当他听到大卫 对他讲说不要害怕的时候 大卫还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必因你父亲 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 我想这个时候 米菲波社心中 一定是充满了感激 大卫恩待他 给他意想不到的 这种丰盛的新的生活 如同玩自己的儿子 一样的尊贵的待遇 那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超出所求所想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同样的 我们也是这样 受了神的慷慨 在神的面前 我们本来是犯罪的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人性里面 有很多的软弱黑暗 按着 如果说按着我们的行为 我们应该得到的是 神的审判 神的愤怒 就像刚才诗篇 103篇说 神他没有按着我们 该得的来对付我们 如果神要纠察罪孽 谁在他面前 可以站立得住呢 没有一个人 神不但没有来纠察 我们的罪孽 按着我们的罪过来 对待我们 相仿 神给我们赦免 给我们恩典 是借着主耶稣基督 而且给我们立了约 是以他 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立约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替我们赎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因着耶稣的宝血 得以被称义 我们可以成为 神的孩子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是神家里的孩子 那我们就能够 享受到神要赐给我们 这样一个尊贵的 儿子的身份 地位 还有神所赐的各样 分圣的属灵的产业 那神 你说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那你说上帝讲得那么好 未来都还没有来 我怎么知道 上帝的这个应许呢 所以上帝就特别 还给我们一样 叫圣灵 有没有 所以说圣灵成为 我们的印记 我们经历到圣灵 你体验到在圣灵 你上帝的美善慈爱恩惠 你就知道上帝所应许的 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 必能够享受到 他应许的要给我们的 所有的产业 因为圣灵就是一个凭据 所以感谢神 在基督里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有了新的尊贵的身份 就像这个米菲博社 被大卫接走了以后 就成为王的孩子 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 那我们也因着耶稣 接受了更加丰盛的生命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慷慨 所以感谢主 那这里上帝的慷慨 神的慷慨 除了借着大卫 向米菲博社来显明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人 是叫马吉 除了大卫 马吉也是一个慷慨的人 大卫是从马吉的家里 把米菲博社招来的 那大概17年前 当以色列在战败了 约拿丹战死了 他的家人逃完的时候 马吉就这样慷慨的 收容了米菲博社 才5岁 瘸腿的 父亲也死了 那富家爷爷家 国王 扫罗王也死了 这个马吉 却恩戴这样一个瘸腿的孤儿 可见这个马吉 还是很有慈爱 怜悯跟慷慨的 那后来 这个马吉在后面 还会出现哦 大卫因为 儿子压撒龙背叛 而逃完的时候 这个马吉也同样 接待了在逃完的大卫 所以 边亚敏支派 遗留的 被追赶的这个 小孩子孤儿 五岁 无依无靠的 没有家世地位的 米菲博社 马吉他 照样接待 那当 犹大支派的王 大卫 因为孩子的 叛乱 叛变而逃亡的时候 马吉也接待 从马吉的身上 我们来想想 我们可以 像马吉这样吗 在 一个 什么五岁的孤儿 就不能回报 你的人的身上 我们有那样 同样的怜悯吗 那 当大卫在 逃完的时候 那 可能我们在 面对群体的 吵闹 或者两个阵营的 打 打斗的过程中 我们有 是否能够保持 帮助 两个阵营中 有需要的人呢 看他们是朋友 把成见 或者不同的见解 先放到一边 来效法神的慷慨 跟慈爱 去帮助 像这个大卫 当时在 两军 对打的时候 落荒而逃 的时候 那样的狼狈的时候 马吉 也去帮助 大卫 慷慨 接待大卫 我想马吉 他的慷慨 也是 展现了神的慈爱 愿主帮助我们 能够 在我们的行动中 流露出 神的慈爱 展现神的慈爱 那 在关于神的慈爱 我还要来 探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一开篇会说 大卫 他恩待 敏菲波社 是显明了 大卫 对神的一个认识 就是神的 怜悯 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 的认识 也是显明了 大卫对神 恩典的一个回应呢 什么是神的恩典 恩典这个词 在加拉太书 跟罗马书 是一直被 保罗强调的 特别是在罗马书 恩典的本字 就是白白的 给予的礼物 如果说 做工的得工价 那就不叫恩典 那是因为该得的 但是不做工的时候 你不该得的时候 还给你 这叫恩典 本来是我们 不配得的礼物 神却白白给了我们 这叫神的恩典 就如米菲波社 他其实 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 溢价的条件 溢价的能力 大卫这样恩待他 是叫大卫给他的恩典 那我们 也因着神的恩典 在基督里 就白白了 得到了救赎 那恩典的第二个本质是 他不会因为 人的条件来决定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像这个米菲波社 他是个瘸腿的人 当时的社会 低位 还非常的低下 连走路都不会 两腿都瘸了 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那可能会被周遭的人 看不起 轻视 但大卫没有按照 这个米菲波社 本人的条件 瘸腿 地位低下来 轻视他 向往 大卫就给予他尊荣 神的恩典 也是这样子 神不是因为 我们的背景 我们过去犯罪 我们的罪恶的本性 如果神要看我们这些 那我们真的是不配 是不是 神没有因为我们的条件 来拒绝我们 相反 神常常是在我们 最需要的时候 赐予我们 怜悯的手 伴助的手 所以弟兄姐妹 通过大卫来恩待 米菲波社 我们对神的恩典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呢 那最后 我要来分享 今天的第三点 思考跟应用 我们如何效法神的慷慨呢 我们先来想想 慷慨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如果对别人 有一些恩惠 有一些帮助 慷慨的行动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什么 大卫的慷慨 它是源自 与约纳丹立约的一个 忠诚 对门约的一个忠诚 它是源自 因为这个门约 是在上帝面前立的 也是因为对上帝的一个敬畏 它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它也是一个认识上帝 慈爱和恩典的人 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 那那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给予别人恩惠 跟帮助的时候 礼当 里面的动机 也是出于对神恩典的回应 并不是说 期待对方一定要给我什么回报 甚至是说 对方对我有利 有好处的时候 我才去为自己谋利益 那圣经讲说 施比受有福 我们里面的动机 是什么呢 我们帮助别人的动机 是什么呢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财富 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 都是神给予的 所以当我们 有机会的时候 出于对上帝恩典的回应 我们愿意 在基督里 在基督的爱里 去慷慨的给予 帮助别人 那第二 慷慨的一个实践 大卫王 他是非常主动 去寻找 照顾这个米非波社 这样的一个行动 就提醒我们 说慷慨 并不是一个 很被动的等待 他乃是一个 主动的给予 我们也应当在生活中 就去主动的 去寻找周遭你 知道的 需要帮助的人 给予他们 无视的爱跟关怀 而不是说等待 然后第三 我们来思考 什么叫超越期待的慷慨 真正的慷慨 不应仅仅仅只是限制于 我们认为一个合理的 或者必要的一个程度 就如同大卫一样 他给予米非波社的 是远超过期待的这种恩惠 那我们应当是以神的慷慨 来为一个标准 而不仅仅只是说 满足一个最基本的需要 那我们待会小组讨论的时候 可以对进一步如何 怎么效法神的慷慨来讨论 结束之前我想分享一个 有一位很著名的牧师 我想你们可能 说不定都听过 因为这个牧师很出名 他叫华里克 他是美国加尼弗利亚州 在南加马鞍山教会的 创始的牧师 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 也是很著名 很多人都受影响 很喜欢的书 叫标杆人生 他是这本书的作者 那这本书在全球的销量 就超过了三千万册 可能包括电子版就更不值了 你到榜的就更不值了 所以这本书就影响了 现代基督教的很多的人 是很著名的一本书 那华里克牧师 他并没有利用 这一个巨大的成功 来给自己赚取 提升自己 累积自己的财富 相反他采取了 极其慷慨的行为 在这本 标杆人生取得巨大成功以后 华里克牧师和他的妻子 凯克朗 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叫Reverse Peace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 可以叫反向的奋献 他们不仅就是把自己 所得的绑税 这本书得来的绑税 全部捐赠出去 而且还决定将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九十 全部奉献给教会和一些慈善的机构 他们夫妻只保留百分之十 而来支持家庭生活的开销 那华里克牧师的这一个决定 就让我们看到展现了他们 如何效法神的慷慨 也正如大卫对米菲波社慷慨的行为 那在当时 大卫给米菲波社 超过预期的恩赐恩典 将米菲波社提高到丸子尊荣的地位 那华里克牧师夫妻 也是在他们的财富中 选择了超越社会常规的慷慨的行为 他们没有依赖与自己累积的财富 而是完全仰望 依赖上帝对他们在物质上 在生活上的供应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信心放在自己银行账号上 那如果按照人 所谓人 我以前读经济学的 我们对人有一个词叫经济人 说人的本性 就叫经济人 简单说就是每个人生下来就会算 就会算怎么为自己赚利益 那账号上银行账号有多少钱 多少储蓄 常常成为很多很多人 安全感的一个来源 那华里克 穆斯夫妻 他们的信心不是基于自己的银行账号有多少钱 他们才觉得安全 他们乃是把自己的物质的这个钱财的资源 用来帮助更多其他需要的人 而他们自己的信心 我相信他们的安全感 他们的信心是来自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 他们相信当他们愿意做神财富的中心的管家的时候 上帝也一定不会不顾念他们生活的需要 那法里克 穆斯夫妻他这个反向奉献的一个慷慨的行动 其实带出了很大的 或者说是巨大的对生命的一个影响力 他不仅仅只是说财务上对那些被帮助到的人有帮助 更是对神的这种信心 对人群的这种关爱 那在他们的捐赠中 他们支持了很多全球性的一些慈善的项目 特别是在非洲一些艾滋病的防御贫困儿童的救助 干净水饮用方面等等 都做了很多的贡献 那他们捐赠出去的这些钱 就帮助了无数的家庭社区 特别是那些无法自助 非常需要帮助的人群 那不仅是说金钱的捐赠 通过他们的金钱支持到了教会的事工 支持到了全球一些宣教的行动 那也不仅仅是用自己他们现有的资源去帮助人 因为他们的这种慷慨的行动呢 也激励影响了无数其他的人 同样走上了慷慨奋献的道路 这种无私的奋献 正如大卫对米菲波社的慷慨 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我想也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 可以如何在现代社会中 效法神的慷慨的一个榜样 那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撒摩尔基下九章的信息 大卫对米菲波社的这个恩怠的慷慨的行为 不仅仅是大卫对过去 他与约拿丹之间立约 对这个门约的忠诚的一个旅行 更是大卫对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的一个认识和回应 也是上帝的恩典在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流露和展现 展现了上帝对他百姓 对他指明的爱 那通过这段经文 也呼召我们要效法神的慷慨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大卫为榜样来反视我们自己的行为 如何来效法神的慷慨 彰显神的慈爱呢 神给我们有什么 有金钱 有时间 给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资源 那我们如何可以效法他来与需要的人分享呢 特别是那一些没有办法回报我们的人 特别是那一些非常急需帮助的人 我们对人的慷慨 我想他不会使我们更缺少 因为相仿 神会借着我们的祝福 使我们能够享受到更丰富的生命 而神自己也必定看顾我们的需要 因为慷慨的帮助别人 是和神心意的一种生活 是一个分胜的生命 神会眷顾我们如同他眷顾大卫一样 让我们来效法神的慷慨 愿圣灵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